无传献上 献 一年一度的献射宫神龙文化祭 即将进入最高潮 参与献射宫延续网历 摆设盛宴 用泥人化的方式 设置了贵宾座椅 桌上也摆放各种养生茶饮及贡品 宴请前来祝寿的各方神明 现场气氛庄严隆重 每一年呢 神龙大帝圣诞的时候 都有很多的 他的神纪的好朋友 到仙射宫来为神龙大帝祝寿 所以我们办了一个女人化的宴王 就是神龙大帝做主人 宴请来这边祝寿的很多各界的神明 每天有市场 有早点 然后中午十一点就上大菜 午餐 三点钟有一个下午茶 然后四点半有个晚餐 连续三天 三重仙射宫在欢庆神龙大帝生日的同时 也不忘与民众共同抗议 特别捐资2200支快筛四季给三重区公所 希望帮助弱势族群度过疫情难关 地方上大家都非常高兴能够公迎我们神龙大帝 一年一度的这样的一个庆典的活动 那在这边也感谢我们李前龙董事长 特别这个号召地方 那也代表我们仙射宫捐出这个 2200支的一个赛季 三重仙射宫董事长李前龙表示 神龙文化祭源自于早期三重浦大拜拜 虽然大拜拜的盛况也不复见 但为了感念神龙大帝的恩责 仙射宫将传统宗教习俗 转型为富含文化底蕴的新面貌 希望藉由文化祭活动发扬神龙救世度人的精神 同时提升大众对宗教文化艺术的素养 记者伦宏采访报导